谢谢 这个心情是什么 虽然是一个第八张专辑 可是是我第一张全部都是情歌没有翻唱的专辑 所以很期待 然后压力很大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受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一个这么会唱歌的人 这么会除了自己会唱歌 还会揣摩很多不同的人的特色 唱腔 而且他揣摩对象都是需要演唱功力的 那现在出道23年才推出个人专辑 那我很好奇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绝对主义 因为我前面的作品 曲风的关系都走得很优雅 然后很古典 所以在声线上面都要求到很完美 就是所有的技巧啊 每个音准啊 那这一张就是希望 每一首歌都代表一种你绝对的情绪 就像现在听到这个 放手以后这首歌 是一个绝对的痛苦 因为那是我失恋的那一天晚上 写下来的歌曲 然后开发结果就是一个绝对的希望 影响未来 然后很爱你就是一个绝对的守候 那就这十首歌都代表你一种绝对的心情 然后就希望能够从情感的这方面出发 虽然说是绝对哦 但是我在看林俊怡这个人 我觉得你很特别 因为你常要面临很大的压力 不管是表演的压力 然后演唱的压力 然后收视率的压力 哦 这一集已经这么高了 下一集还能再破吗 什么哦 因为你一直是站在浪头上的人物哦 所以其实我反而 你说你在歌里面去表现情绪哦 我觉得我反而我观察你 我发现你是一个绝对隐藏的人 哦 你有很多情绪是没有拿出来的 哎呀 这个是修养好还是说 至少在外人面前你说 你是绝对不会泄露这些 可能我的个性真的是比较压抑 然后我也觉得说 因为我们站在 站在舞台上嘛 然后我还是希望我们尽量能够搭的是正面的能量 所以有一些我们就是情绪 心事或负面的情绪就藏起来 就先自己收着 哦 还是你其实私底下个性也就是这样 私底下个性差不了多少 我还是一个很压力 哦 对啊 所以我很 因为你看你脸书上面的照片会注意拍 那个上身没穿衣服 你会注意说好像奶头不要露出来 哈哈哈 我follow他的脸书 我想说这个人好小心哦这样 而且就 其实身材当然练得很好 之后想哦 这个男一人非常小心了 他觉得某些部分还是不要被露出来好 是不是 因为那个 绝对隐藏 就是比方说拍照这件事情就是 现在的脸书你可以跟很多朋友分享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然后你现在状况是什么 可是因为曾经有拍过那个有露出来了 然后大家的焦点就会在那个上面 那我就觉得 因为有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 就觉得就是一个很很比如说很 很高兴的状态啊 只是这个状态 却没想到 因为每个人手机 它还可以再放大再放大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就拍照的时候就很小心 哎呀这个刚好切 哎呀这个刚好切到 嗯 所以我因为在看林俊颖我就觉得说 哎他怎么这么的 呃 優雅 然后完全好像风雨中的宁静 因为有时候某些状况可能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会暴躁 然后很容易就是被人家去看到底牌 底线在哪里 可是林俊颖我觉得你是稳稳的耶 嗯 其实我还蛮 我有很多很暴躁的那一个 在录音室吗 呃 在录音室里面也会有 就是工作起来我还是会比较积极 然后有时候会比较急 嗯 然后对于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你一定是啦 你是我觉得应该在进阶的分析你 他是绝对隐藏之外 他是鸭子滑水 因为他那一刻出现了两三分钟 他是表现得这么的好 就证明其实他还是在意 只是说 我觉得你把那个负面情绪切掉了 反而有助于正能量的启动 我们就先来听听他自己的词曲创作这首歌 放手以后 终于承认爱已不见 心碎了就碎了 无所谓 你给了最后一次成全 你给了最后一次成全 石头也不会放开了 谁都不牵手 谁都不牵手 心痛了就有力挣脱 伤人的悲伤的更多 为什么爱情的和伤心的 你快乐 你快乐的多很多 你快乐的多很多 不爱了就勇敢推舍 唱完最伤心的情歌 眼泪在放手以后 眼泪在放手以后 换回心的自由 情歌在记忆中解脱 愈合了伤痛而沉默 放手以后 才会懂 除此伤心的情歌 叝 validation 或使用活动 接近时 就会答应 估计 一个节目 最高的新歌的专辑来说 所以这很妙 因为你要想你是出到23年 你几乎什么场面你也看过了 那种人家该对你的奉承 礼遇 或者是歌迷对你的崇拜 热情支持等等 但是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多时候 那个心态是常常要 有好几个 我们有旋钮好几个刻度我们要去调整 比如说你是出到23年 可是这一张又让你觉得像不像全新的新人 其实我觉得 全新的新歌这样唱起来 我觉得我常常都要觉得自己是新人 因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倦怠 所以当你是一个新人的时候 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新鲜的 这个没玩过 但没做过 所以我觉得那心态上还是要一直保持一个新人的状态 对 但是呢在录音的时候 老实说又是一名沙场老将了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要决定歌怎么唱的时候 跟制作人的讨论 其实那个应该是有很大的火花吧 有时候那个火很大 就是会需要叫消防车 因为我这张的制作人是晓菱老师 然后我们对音乐都有很高的要求 当然 然后我在进录音室之前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我要先准备好再进去 我不想要 我不喜欢在录音室里面慢慢摸 那所以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已经想好我要怎么唱了 然后晓菱老师就会提出她的想法 那如果能够就是相加的 就是我们往同一个方向去那当然更好 但有的时候她会提出一个反方向 然后我就说好我们来唱唱看 我们先唱唱看 我也不会抗拒 我们先来唱唱看 然后唱完之后大家来选 然后如果大家选又是焦灼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彼此为自己的那个立场说 我这样唱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这个口气是比较像是大家说话的 你的情绪的口气 哪一首歌 哪一首歌争执最多 很爱你 哦 嗯 很爱你 好 很爱你 重入到一个天荒地牢 很爱你 那时候你的坚持是应该要怎么唱 我最早是希望这首歌能够有一点节奏 有一点就是R&B的节奏 然后因为这首歌很简单 嗯 然后小英老师就说 可是我觉得这首歌要很干净的唱 嗯 然后说不啰嗦 我们各来一个版本 嗯 然后唱完之后呢 其实我有被说服 我说好 那我们就走干净一点的 嗯 吉他的backing 嗯 然后不要鼓 不要任何东西 我们就简简单单这样唱 然后可是简简单单的唱 又有分 你是用爱上的情绪唱呢 还是气声很多的情绪唱呢 嗯 还是用很平静的语气唱呢 嗯 然后就这首歌重录到害我那个发片晚一个礼拜 因为到焦母带的前一天还在改 是哦 但是已经是呃就是 那吉他也重弹了800个版本吧 哇哦 但是还是就是呃尊重制作人的选择 用他的方法来诠释这首歌吗 没有 最后是 哈哈哈 会不会是怎样 你又反抗了 最后是在前一天我说 老师等一下 嗯 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再重来一次 嗯 然后小玲老师也就说好啊 那如果可以更好的话 why not 然后唱完之后 依然无法抉择 嗯 就全公司 坐下来开会 大家来听盲听 嗯 不知道哪个版本什么时候唱的 盲听 然后选出这个果然是 比较 最后那个唱的版本 所以是比较偏向你的 还是偏向小玲老师 比较偏向小玲老师 哦 OK 所以 我觉得听众朋友哦 可能 对于演艺圈有很多的误会 他们觉得我们工作很容易 然后光鲜亮丽 然后 某些在顶尖的人 他们被报导的酬劳都很高 但事实上 你可能不知道 比如说 一首歌都会引起我们 就是心痛愁快 然后重判心灵 然后体力上的一个极限挑战 或者是观念上的争执 辩论 这也是我们对我们工作的尊重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 那所以 可能大家就是看到他这个帅帅的 这个林俊颖 哦 绝对主意 耶 哦 恭喜你发片 这样 但不知道里面每一首的那个 坎坷命运啊 或者是爱恨交织啊 所以其实真的你讨论到后来你也会觉得 其实艺术就是主观啊 对啊 那怎么办 你觉得美就是美 可能他觉得没那么美啊 对 所以到最后我们选择的方式都是好 因为他不可能要求到一百分 你也不可能就是圆融到每个人都爱 那就取一个这首代表的是某一个部分 这首代表的是某一个部分 我们取中间职 是 对啊 所以你看 人哦 真的没有就是 你不可能自己活在世界上啦 你就是有你自己的看法 但是还是要取一个 因为毕竟我们服务的也是大众的流行音乐嘛 而且别人听到的可能是你没听到的 是 是 对啊 所以别人的观点也说也还蛮重要的 没错 我们就来推荐这首经过很多争执 最后呢 用比较平静再加一点点难过的情绪 是不是演唱出来的很爱你 不怕任何风雨 我会阻挡不让雨滴 我会背着你爬过高山翻山越里 想的太多 想的自己 歇斯底里 我会介绍所有和你的怪脾气 不要对我怀疑 我做的这回忆 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 很爱你 所以我在这里 很爱你 所以我不放弃 很爱你 所以我不会离去 很爱你 所以我在乎你 很爱你 所以我会想你 你每一句都牵动着我的心 我会背着你 我会背着你 很爱你 很爱你 所以我在这里 很爱你 很爱你 所以我不放弃 很爱你 我不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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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爱你 所以我在乎你 很爱你 所以我会想你 你的一句 你每一句都牵动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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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动着我的心 牵动着我的心 我爱你 休息一下 梦想不会有经典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为您专访的是林俊逸 带来她的这个绝对主意 这张专辑 其实刚刚讲说 这个她对于唱歌做出的努力 这个这张专辑 跟制作人反复的讨论 甚至一首歌的呈现 还是大家在这开会 我真的很佩服你 因为我通常到没有体力的时候 我就会说 好好你要怎样你说 然后就屈服 你知道吗 我说这样ok给 说你有没有别的 我说没有没有 你是制作人 尊重你的想法 就很想回家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行 你体力很好啊 我体力还不错 我们这阵子因为在宣传期 所以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啊 每天都黑眼圈 然后没睡饱没睡饱 然后我都可以蹦蹦跳跳的 对啊 可是问题是在这个录的过程中 你说每一首歌编 至少都编重编了两次这样 对 每一首至少都重编了两次以上 哇塞 你是会从什么角度去考虑说 这个编曲是要求重编 比如什么东西你觉得不够就是不行 嗯 其实这个真的都是很感觉啦 比方说像刚刚那个很爱你 它只有一把吉他 嗯 然后那个吉他 你是要用刷的呢 还是你要分弦呢 还是你要有一点grooving呢 还是你要用木吉他呢 还是要用钢弦呢 你懂太多人生真的比较复杂 好像站在starbucks前面就有18个选择 有没有 大杯中杯小杯要去冰吗 还是半糖什么糖 你就傻眼 对那因为你就像选咖啡一样 你可能去冰跟不去冰 那个水的成分融化之后 你半个小时喝 那感觉会不一样 是 所以然后编曲变了之后 那vocal就是要重唱嘛 那重唱之后那和声也要重来啦 那和声跟vocal唱进来之后 就觉得编曲太少了 所以说那编曲可不可以再加厚一点 那编曲一来又觉得 那vocal可以再冲出来一点 然后vocal冲出来了 那那个格声又不够 你这是一双象牙筷子的故事吗 对 因为摆了一双象牙筷子 所以其他都得换了 都得换 但是这是好事 而且是很好玩的事情 很好玩 那也是因为你背后的这个唱片公司 他有这样子一个 比如说自己有自己录音室 跟有这么棒的编曲老师 就是音乐老师制作人 对啊 可以让你随时就玩一下 对啊 哇塞 你那个要怎么形容呢 因为有钟馨铃老师 有黄玉玲老师 所以你好像那个 芭比的衣柜一样 有没有 芭比跟肯尼的衣柜 里面说要什么style 都可以试试看哦 每一个都来穿穿看 然后穿出来 大概每个拍张照 是 所以其实像这个 这第一首歌叫做开花结果 其实是不是也是相当于是 你出这张专辑的最 最第一个心情 因为它是我的第一张全新歌的专辑 然后我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希望能够比较像我自己 本身喜欢的音乐的形式 所以就有一点点小轻快 小小的摇滚 但是又没有很heavy 所以写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写的还蛮开心的 跟我的同事一起创作 OK 所以其实在这当中 这首歌也是重编两次吗 这首歌更惨 这首歌的吉他来了四五次 然后光是一个吉他 他就重弹四五次 然后鼓也打了三四次 嗯 就是很悲惨的一首一张专辑 诶我现在不了解说 像这些乐手 每来一次是可以收一次钱 还是他包底 就是包底啦 哈哈哈 sorry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乐队老师 这乐手老师他们能够去 接到这样的case 能够反复讨论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 新的刺激啦 他们当然也没有想到 会被退货这么多次 觉得觉得 接到我的case真衰 但这个也很好玩 我们常在讲表演是这样子的 到底我们要放百分之多少 出来是自由碰撞 多少是可以谨慎的控制 自由碰撞的部分 我都会放的比较多 嗯 然后因为你要先有一个想象空间 因为创作嘛 你要先有很大的空间 给他长肉啊 长血啊 嗯 然后你后来才能够控制他 嗯 我希望他这些肉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他的 他的五官啊慢慢才会形成 然后你要怎么帮他上妆 他眉毛要 角度要怎么弄 然后他的发型要怎么做 嗯 所以前面我觉得还是 都会放得很自由 嗯 然后东西出来之后 就开始修了 就开始修了 好 嗯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呢 是林俊怡绝对谨慎 然后绝对完美主义 其实 你的完美啊 我的完美 对不对 那 呃 这张里面其实有很多声音上的瑕疵 嗯 是我故意留下来的 嗯 因为 哪里有瑕疵哈 有很多 哇塞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待会来聊这一题 开花结果 请自处去遨游 对生命的期待 就自由轻松 有时候其实是 我们想太多 抬起头 会发现天空那彩虹 对风倾诉我的哀愁 会懂得放下执着 哦 对你唱出内心似吼 守在多声也不透 大声唱我的梦 我的梦 不会有尽头 有你陪在左右 无论是从前或以后 都往前走 海浪里破破潮起潮落 总是洒脏 哦 用手后 就会开花结果 如果有梦就去追吧 想再多也没用 哦 哦 时间不允许你蹉跎 哦 生命不允许你纵容 不能再回头 耶 哦 你的梦不会有尽头 有我陪在左右 无论是从前或以后 请往前走 海浪里破破潮起潮落 总是洒脱 哦 用手后 就会开花结果 刚刚林俊逸说 他声音里的瑕疵的时候 我就愣住 说那哪里 然后可能他是说 跟自己过去演唱的那种风格 方式 因为以前都会觉得 用一个声音唱到底 就是这首歌就可以了 那现在就会觉得 因为这些歌曲不一样 长得跟以前不一样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情绪 然后要淘心淘肺的 所以很多时候是在录音是崩溃的 因为你要先把那个 哪一首让你崩溃了 很多首啊 真的哦 对啊 像那个放手 这首有没有 扑火有没有 这首不是崩溃的那一种 这首是要微醺的那一种 所以也试着说 那我们微醺来录录看 然后崩溃 像放手以后 那个就很崩溃啊 所以那首鼻音很重 哦 就真的哭 哭完再录 对对 真的哦 而且是哭完 你要先休息 让那个声音还是录得起来的状态 然后再进去录 是 所以其实真的 我觉得在歌手里面要 那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要有很多的控制 也有很多的放纵也好哦 那像扑火这个 你让你自己进入一个微醺的状态 对 因为这首歌探讨的议题比较 起始讲白了 他在探讨一个所谓一夜情的 平水相逢 平水相逢 那我们当然把它写的比较保守 就是他在讲的是你心里面的这个欲望 那你心里有欲望 其实没有错啊 每个人心里都有欲望啊 只是说你 这个欲望 有没有伤到别人 通常都是会伤到别人 对 就在探讨这件事情 哦 就是 你会觉得一夜就好了吗 比较不会伤害别人 如果做口碑的可能就会一事成主顾啊 不是因为 这个事情在 搭上很多最近演艺圈的话题来看的话 其实会发现 呃 比如说一个老公有了小三 大家会先骂小三 嗯 最后才突然想起来应该要骂那个老公 但事实上 如果从你的这首歌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就是一些抵挡不了欲望诱惑的人 所以他们值得被同情吗 还是 其实在 在某个层次上面 我非常同情这些人的盲目 嗯 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些 嗯 什么 你绝对 你的人生绝对不会快乐 嗯 这件事情 你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快乐这件事情 嗯 其实是还蛮值得同情 嗯 但是 这种 我觉得更同情的又是那种 相信他们跟自己是同一类 只要一对一就能够 失守到老的人 嗯 就你选错的人相信了嘛 你怎么会相信这个人是可以 跟你过同样这样的模式的人 可是这种功课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做这种功课啊 嗯 而且你没有选错 你怎么会选对呢 不是应该要讲 对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例子可能就是 他都已经之前有这么多前科了 呃 这就比较不值得同情一点 这很有救赎感 就是自己好像是救世主的感觉 我可以改变他什么 我可以 你在感情上有没有这样想过 我在感情上啊 就是碰到一个跟你是南辕北辙 然后你觉得有一天他一定会改 一定会改 呃 我比较没有办法 我不太相信这种理论 嗯 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样子 嗯 我不相信他会为了我去改变什么 嗯 因为我不可能为你改变什么 嗯 而且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人要改变真的很难 很难 像武侠小说什么一夜百发 然后什么仇恨 对啊 那太难了 我觉得人真的是点滴累积出来的 对啊 他的很多价值观 对不对 你对唱歌的看法 他对唱歌的看法 对啊 所以这次其实我觉得 不但是要恭喜你有首度 这个推出全新的个人专辑 也要恭喜这个林俊怡在这个台北TICC的呃 触男演唱 票房已经完售 而且还在高雄也加场 对 嗯 高雄是你的故乡嘛 是啊 所以呃 我也很就是很兴奋 也很感恩啦 就是呃 售票的情况 还不错 嗯 然后高雄开卖 这很好了 能够对不对 完售 高雄开卖的状况也很不错 而且都是从最贵的开始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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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其實有運動的習慣 所以體能沒有特別的加強 然後其他要加強的部分就是 比方說舞蹈啊 還有三歌啊 好 不要太這個 嚴苛的對待自己 你已經很好了 節目的最後我們就要推薦這首 撲火要非常恭喜你哦 謝謝糖姐 謝謝拜拜 謝謝你的肉粽哦 不客氣不客氣 謝謝拜拜 謝謝拜拜 我只好飛而撲火 太美的背後 夢留一抹 顯眼的紅 不適合太多 半生开始迷惑 过去的故事 找不到人说 反正都错过 重来也不错 这城市里头 谁不为情低头 再浓烈的爱 被时间冲淡了所有 凌水相逢 月夜越是寂寞 频率相同 天亮全静静做梦 凌去求过 暗示我全都懂 谁能抵抗有我 只好飞而扑过 云水相逢 越夜越是寂寞 频率相同 天亮全静静做梦 凌去求过 爱是完全都懂 谁能抵抗有我 只好飞而扑获 别再爱上我 天亮全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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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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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